热水箱文旦幼产销期市场交易活络 但是农委会和农粮署东区分署为了品质把关 也稳定市场价格 今年仍是延续启动了收购文旦格外品的措施 预计要收购400公顿 农粮署东区分署的署长徐辉飞 他也表示说会依市场供需情况来进行滚动式调整 正值文旦幼产销期上万颗正在池水后熟的文旦幼 堆满整个仓库 农民也忙着分级包装出货 市场交易活络 不是将800多公顷的文旦幼元年产量居全国之冠 但面对国内外有限的市场也形成庞大的销售压力 农政单位除了是协助产销并辅导加工 农委会也延续去年收购格外品 今年启动收购400公顿做加工 确保上市的文旦幼品质一致 也进一步稳定国内外的产销市场 那另外在这个加工的部分也跟大家讲个好消息 那个因为我一直在追踪 那个农会瑞税农会这边收藏的计划 署长今天刚签字了 所以我们今年也会补助瑞税农会这边 一个400公顿的一个大果的一个加工精油的一个收购 接日起透过瑞税商农会等办理格外品收购加工作业 分署长许徽飞也进一步表示 虽然预计收购400公顿的文旦格外品 但也将会依市场产销供需情况以先国产销为主 加工为辅的模式来进行滚动式调整 记者石玉兰 瑞税财防报道